各位焦点要持续来看到的是英国的天空新闻 下一个最新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20号就宣布要退选的声明当中 透露说他将会在本周的稍晚发表了全国性的演说 说明自己决定退选的细节 消息人士也进一步告诉美国的媒体NBC新闻 拜登的亲近助手现在为他草拧演讲稿 好 美国总统拜登现在宣布要放弃竞选 连任之后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是首度公开露面 他大赞拜登为美国做的贡献可以说是无人能比 贺锦丽是在白宫出席活动的时候 他称赞拜登作为一届的总统 他过去三年所做出的贡献 已经超过了许多担任两届的总统的攻击 并且指出拜登目前正从新冠肺炎迅速复原当中 投身公职将近20年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她其实有着多重的面孔 她是从检察官转型为政治家 不仅是加州史上的首位女性检察总长 也是美国第一位印度裔的参议员 在美国总统拜登突然抛出了退选震撼弹之后 贺锦丽终于登上她一直追求的位置 就是民主党候选人名单的头号人物 好 拜登现在宣布要退选 并且表态支持副手贺锦丽要接棒参选 但是对手川普现在可以说是逮到机会 这个炮火全开 就连发了多则贴文 他是抨击拜登 而众议院议长强生 他现在表示说 拜登他的身体状况 如果说是不适合竞选总统的话 那其实也代表着 他现在就不适合担任总统 必须要立刻下台 拜登抛出退选震撼弹 没几分钟后 购核党候选人川普就与CNN通话 并炮轰拜登 是美国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给亲密的语气表示 如果对手是贺锦丽 那他更能够轻松击败 不过川普显然已经将贺锦丽 当成潜在竞争对手 因为他在密西根造势时 就帮贺锦丽取了新绰号 奸笑贺锦丽 但是川普并没有就此罢休 他在社群网站True Social上面 连续发文 表示一切还没结束 讽刺狡诈的拜登 明天一觉醒来 就会忘记自己宣布退出竞选 而民主党群龙无首 一片混乱 也让共和党籍的中原议长强森表示 川普将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强森甚至表示 拜登不仅该退选 更应该下台 而现在许多选民纷纷表示 拜登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应该由更年轻的候选人来对上川普 因为拜登的认知状况令人堪忧 川普甚至痛批拜登身边的人 包括医生以及媒体 都知道拜登没有能力竞选连任 或是担任总统 而他们的行为完全就是诈欺 前关会秘书长苏启 在20号就表示说 美国是台湾现在唯一的靠山 不管美国是大乱或者是小乱 其实对台湾都是不利的 他强调两岸要对话 是台湾唯一自救的方法 而台大的社科院院长苏宏达 他则是认为说 虽然川普的声望大涨 但不代表他就能够躺着赢 因为他的政策里面很多的矛盾 未来都可能会被一一放大解释 美国大选剩三个多月 拜登突然刨除退选震撼弹 改支持副总统贺锦丽 外界好奇 这是不是代表 才刚经历枪击案的川普 这下将会躺着赢 但说躺着赢 我觉得未必 其他政策里头的一些矛盾 可能会被放大解释 专家认为 即使川普中弹都未必会赢 但要是川普真的当选 肯定对台湾只有必 尤其川普说过 自己跟习近平是好朋友 但他找的副手分子却超仇中 专家分析川普是在玩两手策略 他最大敌人就是中国大陆 但是川普又说 他跟习近平是好朋友 他们一样在打反中牌 可是他又懂得去平衡 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 明知台独是不可为的 为什么不替我们台湾的安全 尤其是我们下一代 年轻的未来来着想 川普不但狂喊 台湾抢美国金片生意 还叫台湾要付保护费 但回头看看 民进党政府态度 当初去沟海 自由是要付出代价 民罪狂破轰 这根本是超级天价 你要搞保护 我要找保险会 问题是 你这个保险公司 本身就不保险 不安全啊 我根本怎么可以靠你 你还会伤害我们 我们是不是会变得美国的炮灰 台湾人一年 都要像以前那种 进贡天朝 每一年都买武器 都买了一堆跟山一样 然后这个武器呢 肯定有得摊 这些人摊得爽得要死 各界更担心 台湾不但得狂买天价武器 未来台湾企业会不会 还要被迫去美国投资 美国是大乱跟小乱 我们今年皮要绷截一点 我一直觉得两岸要对话 这是唯一的自救的方法 你台湾不想办法 自己处理两岸关系 什么东西都交给美国来处理 那现在好了 美国两手一摊 他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他还来快管理嘛 拜登退选 震撼美国大选 选情会不会重新洗牌 前动台美中三方关系 台湾也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中程良 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 现在表态说 台湾应该要付给美国保护费 这样说法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而他之后又改口表达 对台湾安全问题的关切 前立委郭正亮就直言说 这一切都是利害关系 主宰川普对台的态度 他要反中不等于说 他会保台 值不值得他支持 才是川普的考量关键 川普基本上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我不是说宗教 我说政治 他没有什么理念 他认为就是厉害 厉害关系 然后怎样对美国最有利 然后当然有时候有一些外交情势 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是最大的敌人 可是他要反中不等于他要保台 就拜登也许会把他理解为是 民主阵营要赢过独裁阵营 那川普没有这种概念 川普是认为美国要赢过中国 所以美国要壮大 可是不表示美国要赢过中国 所以美国要保护台湾 这两个没有逻辑上的关系 可是拜登因为 民主阵营要赢过中国 所以台湾就会被框在里面 我认为这个是很大的不同 所以未来台湾就要比较清醒 就是川普比较像是真小人 拜登比较像伪君子 你知道吧 可是这个伪君子就常常 会拿出一些理念的同盟 来那边装作一副很高尚的样子 那什么民主联盟要胜利之类的 那台湾就可以去呼应 比如说吴钊燮 每个礼拜都可以说台美关系坚如磐石 那你到了川普这句话就不能讲 台美关系不一定坚如磐石 这个取决于美国的判断 美国的判断对我有没有利 是这种问题 那你台湾付出多少 值不值得我支持 会变成这样的问题 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的参选人川普 日前遭到枪击 他的右耳受伤 振臂高喊战斗的画面 让他声量大涨 也压垮了现任总统拜登寻求连任的选情 而在民主党党内的多方声音的逼宫之下 拜登在台湾时间20号的清晨 宣布退选 这个话题持续的延烧 那现在时事评论员谢寒冰也对此发文 他直呼说 拜登宣布退选贺锦丽接棒上阵 那民主党的换败 会不会和国民党的换柱事件一样惨呢 就让大家继续看下去 好 当然这个正前换败这件事情 也让人联想到2016年 当时总统大选的换柱事件 身为当事人的国民党前主席红授柱 他先是很感叹的说 唤起痛苦的回忆 又有似曾相似的感觉 因为有坐票的疑云和发生枪击案 不过他认为两者是不一样的 寻求连任的拜登是自动退选 也没有正式被民主党给提名 红授柱他表示 民主党能不能够在这个时候 选出一个足以胜选的人 恐怕是让大家打上大文豪 可能想说这次拜登自动退选 前面好像又被逼退 被换人了 跟我当初换柱情形是不是一样 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么拜登呢 他是在争取连任 而且他已经在党内 赢得了党内的地方的初选 可是他并没有经过 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正式提名 这跟我完全不一样 我当初是用一个抛砖引玉的心态 出来参选呼吁他们 所谓的玉啊赶快下来选 但是因为没有人选 所以最后呢我就出来选 也突破了外界所谓的房砖条款 用46点多百分比的 这样一个支持度赢得了这个初选 而且是正式在全国的党代表大会上 获得提名 所以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这次的拜登的退选呢 他自动退选 实在大也都很清楚 真的年纪比较大 而且又生病了 那么好像口齿也不太清楚啊 行动各方面都让人觉得 对他有点健康上的 有点质疑 所以他这次的自动退选 跟我是不一样的 我是已经经过正式提名之后 把所有的很多的这个工作 做得差不多 当然党内也有声音 说希望我能够主动退选 但是我总觉得不合乎程序 一切按照程序来谈 但偏偏在国民党里面的一个 这个总统的选举提名办法里面 没有所谓的撤销提名 这四个字 因为完全不合这个程序 所以最后呢 我 他们对我的方式是 叫做废止提名 就换了个名字 事实上在这个提名办法里面 没有所谓的废止提名 这四个字 但是在我个人而言呢 我是 你们看我那天换柱以后的这个讲话 我的心态是很健康的 我也无所谓的 拜登的主动退选 对民主党 好像民主党这次大选举 不太可能有赢面 但纵然如此 可对民进党 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但是呢 在我那次的换柱 好像事实后来证明 好像对于党内的伤害 是有这么一点的 可能还不止一点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